气暴中队长鼓励伤患 只要我们还在的话 那后续还是会有无限的可能 发现城堡意外 橘红色大火造成497人轻重伤 一人死亡 这种悲剧让人不禁想到 一年前高雄气暴 同样大火窜烧 高雄气暴受伤的不止民众 还有消防队员 其中包含他 高雄市消防局中队长黄世华 我的脚是在火灰里面 是这样子去伤到 然后我在爬上来的过程当中 也有去擦伤 当时黄世华接获任务 带着弟兄一起到事发现场 没想到一个爆炸 他们跌落一楼高的火坑中 黄世华命大被救了出来 但脸和右脚都遭火纹 那个时候下去的时候 然后再上来 其实比较没有感觉 你说很热吗 也不是 那整个脸你说很脏吗 一开始其实也不是那个感觉 反而是手脚比较痛 因为脚是整个 整个去扯点去拧点 那个创伤的一种 人家往火里逃 消防队得往火里去 黄世华将近一个月治疗 重返岗位 他说最重要的是 就是说还是要去相信你的医疗团队 相信你的医生 还有那个护理人员 对于我们的照顾 这样子 本身一定就是要有那种 比较乐观啊 然后比较正面的这样一个能量 因为只要我们还在的话 那后续还是会有 无限的可能 也不要人生就太总放弃 动新闻综合报导 向苹果爆料最有利 照片一千元 影片两千元 奖金送给你 我再捐款 每周点阅数最高前三名 正送你iPhone6手机 人人都是记者 爆料一举数得 爆料请打电话或APP电邮 等各种方式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